哈喽,大家好,我是阿蓝 今天带一个粉丝来山里面钓一下鱼 前面有一个深坑 现在我们过去准备一下,然后开钓 走 就是这个深坑了,通往地下岸河的 今天我这个粉丝来 他的最主要目的就是想看一下 下面的这个冷水鱼 特别是上次我钓到有一条 连苦头都是透明的 现在我们先把它看一下能不能钓上来 然后再做结论吧 这是我新买的这个叫什么滑钓杆 给这个粉丝用吧 让粉丝用这个滑钓杆 我就买了一条 我还是用这个用手来钓 现在今天的幼儿是这个蚯蚓了 现在它也会钓一点鱼吧 爱好者 现在先把蚯蚓挂上去 然后就下岗 好,现在开始下岗 这种地下岸河,这种冷水鱼的话 别说吃了,很多人见都没有见过 特别上次我钓到有一条 这个苦头全部看见完了 好像是透明鱼一样 那种鱼 听说市场价应该是400块钱一斤了 这种野生的 养殖的也要个一两百块钱一斤 好,现在我们试一下 等一下看一下 钓上一两条上来看一下 也满足这个粉丝的好奇心 这种不是死水啊 死水的话那种鱼根本都养不活的 有的朋友没见过我们这边这种岸河 以为这种地方都会是 像这点水怎么会有鱼呢 其实这种就是岸河的入口 好,现在杆子也全部放好了 就等待鱼上钩了 有点冻进 把这飘拉走了 小鱼怪不得拉起来动的不动 就是这个鱼了 上次 哇,这个鱼真的苦头都全部看见完了 来看一下 近距离看一下 这个鱼估计很少人都见到 刚刚没有拿完都掉下去了 诶,你怎么 他这边也动了 诶 也上了一条 哇 你这条不一样哦 诶 这边有胡子的这条 看一下这种冷水鱼 基本上 不在山里面的来钓 不通地下河的基本上不会钓的这种鱼 因为他的要求这个水质非常的高 有一点污染 他都住不下活不下的 看一下粉丝钓到这条 带胡子的 啊 刚才我的那条钓了这条 先放到桶里面先 他等过来打一点水 这种几百块钱一斤呢 真的很少见哦 现在继续 这地方有一些宅了 两个人钓的话 有一些挡住了 啊 来这种地方钓鱼很多朋友都说 这拿抽水机来抽 看得这么小 这下面是一整棵 那个大自然的大湖泊来的 应该是地下岸河吗 那种 怎么会抽的干 这只抽十年半年都不会干呢 除非你把地下河的水抽干了 那就厉害了 今天没有打窝 还没上这些大一点的 打窝可能那个 呃 机会要大一点 来 应该种货 又是这么小一条 外部都拉起来 动都不动 但是这个鱼非常的直见 看一下它的骨头 全部看见完了 哪一根骨头全部看见了 这边 看一下 骨头一根一根的全部排队的 排队的 啊 粉丝说特地来看这个鱼 让他看一下 这个鱼就是这样子的 透明的 骨头看得一清二楚的 啊 我也查了 刚刚查到网上看了一下 大概 这个鱼叫做什么 金线 金线巴啊 市场价 不是野生的 都要两三百 野生的话 这个是不给卖的 这个我们先掉在里面 等一下后面 我们要放生了 这个好像是国家二级保护的啊 这个是太稀有了 只有这种地方 水非常的干净 无污染的 它才生存的下来 又来啊 好像都是我这一杆种啊 又是这种鱼 哇 今天 怪了 哦 这条 和那条不一样了 这条就带胡子的了 这条有胡子这样子的 也是看到骨头 肚子里面的东西都看到了 它吃的什么东西都有 先收在桶里面 后面再放生 今天我们两个掉了好几个钟了 哼 就算几条非常迟迟的小货 要是打窝的话 应该有大鱼 妈 搅在一起了 它这边应该种货了 哇 黄骨鱼 想不到啊 这么黄的这个黄骨鱼 可以啊 好久了一看到一条大的了 这想不到啊 这是有收获有些意外咯 几个钟收获一条蛮像样的 咱们还夹着鱼鱼 哦 那 粉丝说有一点 有一点难等了 再钓一下就回去了 哈哈 因为钓这种鱼的话 要守 有时我们来也是靠守一整天 才钓到这么一点鱼的 好了不钓了 回去了 这不打窝的话就有点难等 就钓了几条鱼 现在把竿子收起来 啊 我们回去弄一点菜 喝一点小酒了 好 还剩一点蚯蚓就打窝了 这个鱼刚才我也跟粉丝商量一下了 他说也不带回去了 就 再说这个小的 大家要是钓到的话要放上 这个鱼是不能带走了 这个鱼是国家保护了 现在已经很稀有了 再说你钓到一条又少一条了 啊 这种 就全部放了 这个 就是 凡是钓到一条这么大的黄骨鱼也放了 走吧 看一下 此前货 舍不得走啊 好 现在鱼也全部放生完了 我们也回去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走